記憶裡的校園模樣當中都充滿很多 追逐、嬉鬧的嘲雜聲音 大家都非常期待任何一節課的下課時間 印象中的校園就是開闊藍天綠地 然後到處都是草地 然後學校草場超大 然後有那種小女生惡作劇 把貓貓蟲丟到男生的衣服裡面 就覺得校園應該是很有趣、很多元 然後很多綠地空間跟自然環境結合 華德福這個地方是跟整個社區是有很緊密的關係的 然後跟整個生態是有連結 所以人跟自然是完全緊密的結合 最近事情其實跟我過去一直在做建築空間的理念 其實是很符合 就是人跟自然環境是要做連結 而且必須是一個平衡的關係 我們做的事情是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那邊 跟老師、校長聊天 觀察小朋友在那邊使用空間的行為 然後我們有去社區跟社區做接觸 依照他們的需求跟這個空間的環境 我們做出怎麼樣的設計 那針對這一次我們做學美美學這一個計畫 那最主要是幫學校的餐廳做一個整體氛圍的一個改造 我們希望可以從美學的角度出發 來融入到符合 學校們有各種不同的使用功能的情境當中 所以我們希望除了可以帶入美學之外 那也可以去很實際上貼求學校的這個需求 來做設計的執行 其實小時候你看什麼東西或是接受到什麼訊息 是影響你長大最關鍵的事情 其實美感存在於整個生活當中 美感的體驗、美感的經歷 全部把它融入到生活當中 它在精神上面上 它其實很容易影響到每一個人的情緒 你心態好的話 那你其實做出來的每一件事情 都會傳遞出這個美感的行為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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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